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讨论过这个铁幕国家 主要是前苏联的时候 那些科学家 特别是物理学家的遭遇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都有一些现实意义的 就是现在在这个欧洲 俄乌的战争 就差不多去到这个末段了 就不断都是说 你们再打我们就用核弹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看回当年这个苏联的科学家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这个任务 我想史太太不是太重视这个物理学家 就是因为西方是有了美国 最先有了原子弹 就形成了一件事 当时这个东西方阵营进入冷战的时候 是处于一个武器上不对称的现象 于是乎苏联的物理学家 包括其他的东欧物理学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美国有核弹 我们也有核弹 但是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的 既然有这个轻弹的时候 这个苏联也是很快的情况之下 也都拥有核弹 甚至某个情况之下是超越了西方的 这个过程本身 我第一点想问一下神尚博士 其实当时这个苏联拥有核弹以至轻弹的过程本身 他是透过自己的努力 还是透过这个蝎取西方的情报而去获得的呢 当然我自己不是做第一身资料搜集 但是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在美国他自己 我们很喜欢他说一样东西 就是他由弄到原子弹 到弄到轻弹中间差了多少年 如果你看看几个国家 都有经历过先成功弄到原子弹 接着再弄到轻弹的过程 如果你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就很骄傲自己能够 就是说在成功弄到原子弹之后的三年就能够弄到轻弹了 他们的中间过程是差三年而已 如果苏联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欠了大约是七年来八年左右 这个我还要找回私自 但是当然美国作为第一个的探索者 他应该是要花费最长的时间 其实中间会不会有一些的资料泄漏呢 有人是曾经接触过这些机密的文件呢 甚至乎就是去接触得到 能够传说到 这个不知道 但是譬如你说以中国为例 已经是先后有了这个中国 有了苏联 美国 还有当时好像是不是英国都已经弄到呢 已经是有几个国家先的时候呢 对于他们来说就接着来 根据在海外流传的技术资料 然后给他们尽快确认到问题 知道怎样克服呢 他们是绝对可以省到时间 所以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一些机密资料洩漏 也会说纯粹是那种学术上面那种论文那里 纯粹翻译过来 然后聪明的人就能够看得出 迷光自己省到时间呢 那这里呢 其实就 所以我就很难说 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资讯去泄漏在那里 但是你说有什么奇怪呢 好了 刚才你提到英国的原子弹 和后来的轻弹 那这个容易啊 为什么英国的物理学家或者科学家 有参与过马亨特计划 这个基于那时候英国和美国之间 一个密切的关系呢 是啊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 苏联它去偷竊 那个美国的核计划呢 核姐是有的 这个不单只是物理学家 甚至秘书都有科给他的 嗯 还有很转折的 它透过英国方面去 就是得到这些询识 因为英国对于那个 那个社会主义或者所谓 那个左翼思想的影响呢 在物理学界是多普遍的 这也是的 你如果看回美国呢 在二战 即正是参与马亚特计划 有些人可以继续参与下去 下一步 在冷战时期的美国的核计划 但是有一些人已经是被篩走了 那你以为 那一套电影是今年七月会上画的 是 是 那大家都是密切期望 密切期待 这个我觉得值得看的 这一套 玩阿兽可能你提早在某些地方看到都不出奇 不知道 总之哪里上 但是因为它如果说七月是一个重要的意义的 因为它要呼应当时第一个原子弹 在那个新墨西哥州爆的那个日期 在那个时候上画的 会不会是1943年呢 1945 1945 1945 因为其实真是那头成功 事爆完那头隔一个人 立刻拿来用 是的 不会等的 这些东西 那整个 这个又要说回 你说如果 如果你说 要你去设计一套间谍电影 就是你用CHATGPT设计 还是台长自己计算也好 甚至乎我们以前看港产片也看过 有部电影说 我要偷某个国家的原子弹的蓝盘 于是令到我们都可以去做到原子弹 接着打开出来的那张图 就是整个蘑菇云 就是整个炸弹的形状给了出来 如果偷的东西只是那些东西 只得过外壳 只得过蘑菇云 这个就得淡少了 其实行内来说 你真真正正哪些资料是有用 有没有用 那当然你一定要掌握到那个情报 和那个知识 你才可以知道 就是譬如我说 你说在那个冷战时期开始 就是这样说 苏联基本上在二战完了之后 革暮几年 1949年左右就做到核弹 然后隔了几年 它有了氢弹 首先就是说它要知道 那个核弹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就能够将一些东西抹到 去累积过了那个叫灵界质量 于是乎它就爆 你能够控制它 紧密地黏起来 但是氢弹的基础要求是高一点的 所以你要能够去 说一下那些什么 如果说什么原子弹 氢弹那些分别 用一两句说一说 就是说 普通广岛长期的原子弹 就用一些比较重的那些核元素 有235 有238 或者叫做不元素 那些 然后就将它 原先就放散去 然后在一个我们需要用的时候 就将它集中放在一起 紧紧地固住它 不要让它离开 于是乎里面 它那种互相射来射去 那些连锁反应 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 突然之间就一次发放出来 于是乎就连锁反应 一路几何级数 整个威力出了来 那其实就是那个 你要怎么去将 足够的那些浓度高的核元素 放在一起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技术 那中间牵涉到 你怎么去浓缩那些油 那这里顺带一提 那现在讲伊朗呢 它龙肃有的能力 已经将它不声不声提升到84% 刚刚新闻今天报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有可能引起区域战争 是 是 因为上次已经说了 就是说呢 以色列是这样 将它由4%提升到6% 已经是呱呱吵吵的 我们那次科学生 那次科学生才提到这个 但是竟然它不声不声 不是跟你有4%提升到6% 现在有4%提升到84% 那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将它84%再提升到90% 就已经完全是可以 成为一个成功引爆的 有连锁反应式的核武 其实就是 所以说伊朗距离 正式可以叫宣布自己有核武 这个距离是很近很近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和陈佑博士聊的时候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事实上 地球距离核战的机会是大的 但是第一 多了国家能够轻易掌握到的技术 就算你说如果日本 它这么多核废料在这 它将它萌缩出来自己弄过有多难 是不是 台湾应该都差点弄到 以色列基本上就是 它还没陷在一起 其实它是有的 不过它现在将它冬一缺 塞一缺放开了 它陷在一起就是了 那件事情 这个字牌一 对于核技术的掌握容易了 基本上怎么弄个核弹 那些技术资料 现在已经是 不需要摆什么秘密的了 以前可能只是讲神秘之夜科学生之 我们纯粹有一阵节目讲 怎样弄个核弹 将它整个本 好像厨房烹饪书那条文章 都讲出来就可以了 不过你试一下真的这样做 看会不会被人发现 那意思 你自己没有任何工具 你就弄到自己先弄死自己 但是当时最大的困难 就是特别在苏联 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是的 技术上方面哪些问题呢 如果讲回 在二战的竞赛里面 德国来讲去制造龙宿油的问题 另外就是怎样提升 它那个连锁反应的效能 这个问题 这是其中两个技术评颈 对于苏联来讲 当它能够弄到核弹之后 它都已经克服到这些问题了 但是由普通的原子弹上升到 点着核聚变反应 变成一个氢弹 中间一个最大的技术评颈 就是说 怎样去将巨大的能量聚焦 来点着那个氢弹 其实中间讲一堆的术语 大家听不明白 不要紧 你理解就是说 你要点着炮掌 这个比喻其实是毛泽东用开的比喻 就是要点一个大炮掌 炮掌叫原子弹 但是氢弹是要用一个炮掌 来点着的更大的炮掌 用一般的技术你点着它不着的 你不是用一把货销去点着的 你是需要用先前你很辛苦 弄那个核子炮掌 来点着一个更大的炮掌 那于是乎就是你需要 而且你不要浪败了那些 你去点着那个能量 你要将它大量聚焦 我怎样能够将一个核弹的能量 它驾驭 能够令它高度聚焦 在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能够帮我点着一个更大的炮掌呢 这个就是氢弹其中一个 很需要去面对的技术问题 暂时我估计 其实如果给我是苏联 当时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一件事 因为可能有些东西我已经知道 已经是有的 你告诉我一个设计 我怎么都知道 但是那些步骤 需要用什么部件 需要怎么去摆来 去达致这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苏联很想知道 但是这么说 我自己不知道苏联有多少是抄 多少不是抄 你最后去看 其实是苏联的轻弹和美国轻弹的设计 其实是苏联有自己的设计 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说它的设计 变有它独立的发展 但是会不会 变有其中的部件 得到美国情报的帮助 使它能够更快捷 能够达到 有这样的成分也不奇怪 如果你说这个冷战时期的 这些这样的武器 就是这些资讯除底的历史 你如果说回中国最出名的例子 是钱学森 就是因为钱学森 由美国回到中国 令到中国的那个导弹发展 是加速了20年 我想当时中国是在没有苏联的之前 是发展不了导弹 会是走一条弯路会长很多 可能到时你不是要透过钱学森 要透过其他人再去累积 要做很多 累积更多的知识来做这件事 嗯 那我们今天去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一个很现实意 我开始讲了 就是现在俄罗斯不断声称 就是如果再打下去 我们打不赢 他今天坐梅吉伟说得更夸张 他说如果这个俄罗斯是被解体 这个是人类文明的灭亡 我说现在说到这么大 就是说要揽炒的意思 揽炒地球 是啊 是啊 其实这件事我最麻烦的在哪里 以前为什么就是说大家有个核弹 大家都投鼠机器不敢乱用 因为真的怕这个东西真的没机器 真的发觉大家会被拿着死的 但是隨著我們對於地球那個氣候大氣的知識 掌握越來越多 其實很多國家 你如果問我 大家是假裝害怕的 已經到了那個地步 以前就是你有核彈 我有核彈 你這個核彈那麼大 我核彈那麼大 大家的彈頭那麼大 最後大家一起爆一瓶 然後大家一起去攬炒 那個攬炒的原因就是 根據他們對於那個大氣物理的認識 就是突然之間有大量這些叫black carbon 的東西 就是那些很重碳元素的東西 有這麼高放射性一下子就放在大氣那裡 就會帶來那個叫核子冬天的現象 講這句話其實當初是一個很粗疏的估算 但是現在其實隨著我們對於那個地球大氣 物理那個認識 那些模擬電算的工具越來越多 其實大家心裡有數的 這個數字究竟你要放多少顆核彈 才能夠做到真的攬炒的效果 真是可以令到地球最有核子冬天呢 是有人去認真計算過這篇數的 其實得出來的結論就是大家都不敢說得很明白 就是說其實你即管你打一場小型的核子大戰 我們不會那麼容易攬炒的 於是就令到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就更加時無忌憚 就是說我說我不打大的核戰 我打個小小的核戰你嚇你都可以了 是可以夠膽講這些東西出來的 現在只不過是一個道德 你一講的時候就是一個道德高地失去了 所以沒有人還是這麼說而已 所以現在我會覺得去那個地步那種恐怖平衡呢 是有所這個鬆弛崩潰的跡象的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趨勢 就是令到我們以往嚇壞 我們不敢打仗的那個原因呢 似乎現在我們下一個我們麻木了 似乎又好像覺得可以去偷下雞了 甚至乎沒有人夠膽 梅德偉傑夫不敢打個核戰 他要講文明的 其實是一個不與佳王的一個狀態 那跟誰佳王先 你跟美國佳王就不差關我們事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你北韓有嘛 是啊 你伊朗是開始有嘛 現在出事的趨勢就是大家覺得 為什麼不敢動俄羅斯不敢直接跟他打 因為他是核彈嘛 大家都覺得如果我有核彈 你就不敢動我嘛 就是大家現在有種這樣的錯誤的觀念 不過這個挑出我們的範圍 我想問一樣的就是 如果俄羅斯現在打核戰 他會用一個什麼規模的核彈呢? 如果我純粹自己去猜 如果純粹一個政治考量 他未必需要用到那個當量很高 你一下子放一個沙皇核彈 他可能招致出來的那個政治效果很大 就是他 我想其實 就是 你看俄羅斯現在對於烏克蘭的政策 其實由開始想瀝吞變成蠶食 如果你能夠 那種用蠶食的效果 其實就是那些割 做沙拉米的效果 逐一逐一逐一慢慢切 其實你說美國自己有沒有試過去切過這個沙拉米 都有的 在打伊拉克戰爭的時候用那些朋友彈 那些雕堡炸彈本身就是帶有核子元素在那裡 不過他的核子元素就不是去給出一個連鎖反應出來去摧毀目標 而是只不過幫你去炸開一些地埔 但是他會有一定程度的輻射在那裡 那俄羅斯就嘗試再踩界踩多一點 所以我反而會說 他有能力做很大的規模 很多的核彈 他可能最後就是 弄了很多 但是反而是比較輕巧的 你要去做一個很大的目標 很大的被人發現一炸了 未射已經被人擊落 就很不值得的 反而做一些很小 分得很散 令到你的光炸成本很高的那些 那些才麻煩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呢 俄羅斯其中一種現在在做的導彈技術 他都在踩界的 就是做一個核子推進的火箭引擎 這類這樣的東西 首先就一定是開始指一些 由核子輔助功能的武器 那這件事他就說 你美國都這樣做 為什麼我這樣做不行 是吧 但是如果那件事爛了一樣 會對於那個地方有大量污染 然後就將它做一些 比較反而是鬆散 一些散彈形式 但是其實原來加上來的當量原來都很大 那種這樣的級數 是他不停地在考驗大家的底線 和引耐力的一種手段 我覺得比較傾向他想的 是啊 但是如果你聽到這個就很恐怖了 因為我們自從1945年 我們是從來沒有人試過用核彈的 那如果到了2023年或2024年真的有一次 這個是人類的文明的一個悲劇 其實是悲觀的 大家甚至乎如果去嘗試 就算不太熟悉你去嘗試看看 就是有沒有人去嘗試從事一些研究 去問一下如果真的打起核子戰爭 對於地球那個氣候的影響的一些電算模擬呢 我現在暫時的印象看來的結果就是不樂觀的 其實就是 就是我覺得那個 現在就好像大家去 純粹是守著那個徵操 守著那個道德高地 所以不會亂發動這個戰爭 但是當這個戰端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好像整個底線蕩然無存 出來就是一場更加毀滅性的戰爭 是啊 那我們希望在那個博弈論方面 就能夠提供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因為當年核子競賽的時候 就衍生了我們今天經濟學上面 非常的著名的博弈論 但是今天我們博弈論 能不能解決到現在這個 博弈論是能描述的 但是你問我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反而是你真的能夠再動高一尺 現在真的沒有高一仗了 但是你動高可以多一尺 就是那種偵測、攔截、截擊的系統 就是令到你在那個軌道上星期 還沒去到下來炸我的時候 已經在你自己領空炸了你 就是如果這套技術是發展成熟的時候 才是真的要去以母子母 要去到用科學技術的層面 去制止這個開戰的動機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